我之前遇過一個是 也是女友的家人對我有意見 但她是嫌我窮耶 印象很深刻是 我那個女朋友回家 然後有上去她家 因為跟她家人也認識一段時間了 然後我就以為 我好像滿穩的 她爸媽感覺不討厭我 然後我送她回家之後 家裡會放葡萄 放一些比較貴的水果 然後她家就是家境還不錯 所以她媽媽都會買那種很貴的水果 你一輩子沒吃過這麼好的葡萄 說真的 那個當時 真的沒看過 麝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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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麝香那一種 我就聽說 麝香 麝香 雖然沒吃過但一看就知道是好東西 我就跟我前女友講說 那葡萄看起來好好吃喔 可以吃一些嗎 你這個沒用的傢伙 你這個好吃 很奶甜啊 她就兩大蒜放在那邊 我拔個四顆來洗 吃應該還好吧 然後我女朋友說OK啦 你吃 洗完之後我就在客廳 我吃得很開心 想說吃完要回去了這樣 然後吃一吃吃完了 她媽媽剛好走出來了 她媽媽就說 羽毛 我說阿姨好 因為我是有禮貌的孩子 她媽媽就 自己說 看了一下桌上喔 我們家有大老鼠啊 什麼東西啊 然後當下我就 我先問她 我想說老鼠 我想說你家有老鼠 什麼意思 羽毛怎麼樣 葡萄好吃嗎 日本進口的喔 很貴喔 這個你一輩子 知不起喔 她的Always一定是這一句話 就是這樣 然後當下我就想說 好 我就看著我女朋友 然後女朋友就有點尷尬的笑 然後我就寄在心裡 我想說好 那麼計較這個葡萄 那我知道了 買一串 是我禮數做不好 剛好快過年了 我就決定我過年要送她一盒 也是一樣的那種 貴的葡萄 我就過年了還送你到她家這樣 結果過了幾天 我那前女友就跟我說 我媽沒有很開心 這樣說你媽怎麼了嗎 我不是 她不喜歡那個葡萄嗎 她說沒有 她覺得比禮數很不夠 過年除了送你之外 因為她的前男友 就是都會包紅包給她 所以光葡萄還不行 然後她就說 她歷史就說她媽媽 間接覺得我好像 沒有什麼能力 然後感覺好像沒罵 給她女兒好的生活 後來我就覺得算了 我就自己各自努力 我就跟她分手了 結果我發現她後來 她媽媽一直幫她 在找相親的對象 都是那種就是中年 或是那種 像玉琳哥這樣 對 比較有能力的 就是至少有錢 有能力的 就是要我就不是送 一盒射箱葡萄 送一台車對不對 我就整座葡萄園都送她 說酒莊了 酒莊 這麼大氣感 酒莊 我真的是看破不說破 但是心裡的那個感覺 真的是就是 要很努力耶 就是那麼現實的回應 就是我會覺得真的很傷心 我的是比較荒誕 因為那時候交了一個男朋友 然後她媽媽就突然間跟她說 絕對不能跟她交往 因為她是屬老鼠的 然後我夢到神明跟我講說 只要您跟屬老鼠的女生在一起 家裡會遭受到不幸 就是這麼嚴重 對 對 對 不會偷吃葡萄 對 這個年代 誰會在乎生肖啊 就是還好吧 然後她媽就超迷信 然後每一次呢 就會一直阻撓我們 比方我們去吃飯 她媽就會打來說 你們在哪裡啊 什麼的 她媽會跑來耶 然後後面看見她要做 我們兩個中間 然後她開車 她要坐前座 我要坐後座 就是她一直在阻撓我們 然後那一天呢 她媽媽呢 就看我穿一雙高跟鞋 她說妳這雙高跟鞋很好看 我就想說 那我覺得我要讓她 就是對我不要那麼多的惡意 所以我就買了一樣的高跟鞋 就確認她的尺寸之後 我就有一天吃飯 我又再送了她高跟鞋 然後她媽就叫我在那個餐廳 幫她換上那雙高跟鞋 所以我又兩個 妳又跪在地上 妳又跪在地上 我又跪在地上 再度跪下 再度跪下 然後那邊弄超久 結果她媽還是 她媽還接受我 她還喜歡妳 對 還是一樣 百般阻撓 然後就一直跟她兒子說 妳跟老鼠在一起 就會害我們家 她是一個女性的長命 生肖 宗教 有些都可以理解的 但我那個前男友分手的理由 讓我真的覺得 我大概沒聽過這麼荒謬的理由 她跟我分手的理由 是因為我那個前男友 她們家人都在美國 然後爸爸在台灣工作 然後我那個前男友 她是長大以後 她才跟著我回來台灣工作 對 然後那時候她爸在台灣 長期一個人在台灣 她爸其實有小三 全家族都知道這件事情 然後有一次她跟我吵架的時候 她就跟我說 我覺得我們一定要分手 她分手的理由是因為 對 你看 因為她就是ABC講話 就是有點很討厭那種口氣 她就說 你看 因為我爸就是這樣啊 我爸就是一個A 我爸就是有小三啊 所以我學人類學的 我跟你講 我心裡就是有這種基因 我就是流他的血 我跟你講 我就是流他的血 對 我就是我爸的基因啊 所以我就一定會劈腿的 我跟你講 我就不可能定下來 這個胡措 起碼很誠實 他很誠實 他就說我是爛肥 他沒騙你啊 我就爛 對啊 我就爛 我就是畜生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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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大家講的都是人 分手原因 都可以理解 幹嘛去跟烏龜啊 不是 我的故事是閨蜜就是 妳家有這個閨蜜 閨蜜直接 就是把男朋友吃了 就閨蜜了 對 但我不能忍受的是 然後她在生日宴 生日會上面 直接開私 妳的生日會 對 妳的生日 對 我這個閨蜜就是我以前大學朋友 認識十幾年的閨蜜 然後同樣回來台灣 然後做差不多圈子的 我常常會找我男朋友 然後找她出去 出去的 她就說 妳跟男朋友去玩啦 不要 妳就不要找我啦 我們去就好 找我 別人找我好累喔 但是她其實都在外面 跟我們圈子的朋友 一直傳說 一直放話說 我跟我男朋友要分手了 我跟她在一起 感情很好 然後有一天 我就收到一個朋友 就傳訊息給我說 妳的閨蜜在外面放話 跟妳的男朋友怎麼樣 怎麼樣 我就好 我心裡有敵了 我就想說我要怎麼處理 我也不想要跟我的閨蜜 真的吵到不可開交 鬧翻這樣 然後呢 沒有想到我在辦生日會的時候 那女的直接開嗆說 我那生日會 都是我的親朋好友耶 好奇怪 怎麼要這樣 宣示主權啦 他直接宣示主權 然後我就覺得 天啊 我本來想要給妳的台階 好好下的 既然你們這樣子搞 OK 我就直接拿手機出來 那個證據 就包括我朋友 還傳了他們兩個出去 外面吃飯啊 然後親密的照片 他們有看到 直接給他們打開 妳人好好啊 妳還想要跟他們 潑台階 妳就大嘴巴的上去了吧 對啊 只好八點檔劇情 對啊 八點檔怎麼演啊 這種人早識破也好 我覺得是 老天送妳的生日禮物了啦 不好的人就是讓他走啦 不要跟這種 這種人和在一起了 來 重頭戲要來了 毀滅前任遺物 大家今天帶來什麼拍名呢 精采了 好 毀滅遺物呢 勢必要有工具 鐵錘 這個鋸子 鐵錘 剪刀 不好就剪掉 如果不方便 敲不方便剪呢 我們就直接送去 爆炸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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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直接送去那個 第一殯儀館 怎麼搞的啊 這麼搞的啊 徹底結束這樣子 勞斯動眾啊 人的孽緣 不過話又說回來 妳有沒有找過那個強哥 他有留下情人的遺物 我跟你講 這個真的有 他這麼謹慎的人耶 但他很妙 他就藏在他們更衣室的一個角落 有一個大概這麼大的盒子 還長喔 我稱他為 因為我當我打開的時候 裡面一開始拿出來 就是他以前的model card 然後跟一些拍雜誌啊 什麼什麼內頁啊 是 我想說這是一個好念舊的人喔 開始 報紙 但是這個報紙 怎麼看都沒有他的作品 是他的緋文 他還在回味耶 對 他留緋文的報紙 他留緋文的報紙 然後歷任的緋文報紙 然後下面開始有些 然後卡片 然後最後還有Fill收到一本就是 他當兵的日記 然後當兵的時候 哪有 沒錯 他那時候有一個女朋友 裡面寫得滿滿說 老婆 然後等你等我回來喔 什麼的 老婆 他為什麼在當兵 我後來真的氣到耶 但我一直不敢講 我想說先放著 等到搬家的時候 我就整個偷偷把它拿去洗 怎麼可以有那個 因為你燒掉的不是那些日記 燒掉是他所有的回憶 對 他也是這樣講 對 他也說這都是我的回憶 誰在意你跟別人的回憶 對啊 所以你回憶就放心裡就好了 對啦 因為結婚就是重生啦 以前呢 種種就死掉了 對 過往 對... 過去了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討論呢 快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按下小鈴鐺 收看最新影片 歡迎大家在影片下面留言 給我們意見 想看更多精采內容 請點選旁邊的影片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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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お機楽 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